这些军队面对这历史强大的逼人的时刻 我们站在下一张 我们必须要下决心才能够流转局面 我们来读战两段 请 耶和华使人得圣 我再无人多人傻 耶和华使人得圣 再对你的决心而见识 我再无你决志几次 就像刚才讲的那位女士 她要决志减肥 无论她决志多少次 但是她没有得胜 是在于她没有决心 和在于她没有坚持 耶和华使人得圣 不在乎人多人少 这是约拉丹像的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 他们要上去面对 历史人争战的时候 他像的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 说了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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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 耶和华使人就说 好 我愿意跟从你 随你的心意情罢 我必跟随你 与你同性 我必跟随你 与你同性 要下决心 一个是靠着主已经看见 靠主得圣的信心 另外一个跟随他的另外一个少年人 他也必须和约拉丹两个人要同心 约拉丹的信心不能够影响拿兵器的人 一定能够 一定能够 所以各位你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的精兵 我们所征战的兵器不是血气 我们所征战的兵器就是在于我们在神面前的决定和坚持 而且神使人得胜不在于多不在于少 同样的经文在马开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大家都很熟悉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几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祷告 有几个人 两个人 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祷告 我在天上的父会为他们成全 这就是 约拉丹加上拿兵器的少年 能够带领以色列人 以色列所有的兵兵 再一次重新振作精神 从坑中 从山林中 从坑洞当中 一个一个因着这两个人得胜都被吸引出来 他们加入他们阵营 结果大获全胜 尽管当时的子民遇见危急就长就多 但是我们看到 常在山东里面的 常在隐秘处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族的心态 第一个是长 第二个是堕 第三个是战经 第四个是妥协 逃就直接在很多中边的学校 有没有重新振 当我们面对争战的时候 你想长 我们认识我们辅导的一些小孩子 小学生 整天就窝在被窝里面 就藏在被窝里面 不肯起来上学 不肯起来面对学校 给予他课业上的挑战 就藏 第二个是逃 逃就直接在很多中学生 喜欢翘学 不上课 翘课 翘课 不上课 以逃学为借口 远离 使旁边的人替他担心 使旁边爱他的人 一个一个受伤 战战尽精 妥协 是的今天我们有两点人 一种是勇敢下决心 而坚持 要靠谱得胜 另外一点人是又藏 又逃 又躲 又战继 又妥协 所以我们面对仇敌 健康的难处 我们面对仇敌 生活的难处 我们面对仇敌 职业的难处 我们面对仇敌生活 婚姻的难处 你是要逃呢 还是要藏呢 还是要战定的忍受呢 还是妥协 投降呢 如果我们落入以上的这些状况 我们一定会生病 我们一定会继续不断的软弱 因为魔鬼来自杀害 迫害 毁坏 魔鬼不断的在我们中间进行恐吓 功臣略地 我会说我要叫你的名 功打名 叫你的国 功打 神借了约单单的信心和勇气 扭转人生的战局 造就了以寡其重 以少胜多的阴影战功 请看下一段 联网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上帝使敌军全都无 恐惧战尽 所以面对二十一世纪 我们的教会面对国际化 就是在国际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争战 唯有神才能使我们得胜 只有神能够使敌军全都恐惧战尽 当一个军队恐惧战尽的时候 不战自败 不需要打 怕人败 原来 约单单对拿军进的上帝说 我们不如过去到未受割离的人的防疫那里去 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 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教会要扭转局面 教会要怎么样 四个字 主动出击 教会要主动出击 两个两个主动出击 圆南单单加上拿兵器的少年 要主动出击 这个兵器是什么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 征战的兵器是在神殿前有能力 所以这两个人是同心合意的 一起出发 这两个人是一起主动出击 你帮我 我帮你 你获得我的背 我获得你的前面 我们两人共同抵御 无论敌军是多是少 拿兵器的队 一来来说 随你的心意行吧 你可以上去 我必跟随你 与你同心 他有没有怕死 没有怕死 没有怕死 两个人要面对山上的 二十多个非律师的军兵 都拿得非常尖锐的铁器的人 你们只有一件兵器 怎么去面对二十件兵器 你一对二十 但是这位拿兵器的少年 照样从神那边领受勇气的决心 对原来他说 随你的心意行吧 神怎么感动你 你就怎么去传福音 所以与伟姐妹 我们传福音也是要主动出击 与伟姐妹 与伟姐妹 要决志 不决志 一见了你 跟我们一见面 就跟我们 述苦 述苦都是一两个小时 你听他述苦你就听累了 你又有什么力量去主动出击巴伏 全意传给你 你只有不要说 住了吧 敬了吧 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 按着主的心意 同心 同心 与伟话 所以拿冰心的对他说 随你的心意行吧 你可以上去 那我当然一定会跟随你上去 与你同心 所以教会面对21世纪要扭转局面 我们需要与我们同心的同工 阿们 我们需要与我们同心同行的弟兄姐妹 二人不同心又如何同行 二人不同心又如何能够使敌军全都护去战争 好 请看下一条 的确确我们要做一个有积极信心和实际行动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化为机为转机的器皿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甘心处于消极被动受压的光景 我们很清楚知道在今天末后的时代你必须要勇敢 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坚强起来 今天我们给予我们的青年人 给予我们的教会的孩子们 怎么样的思想观念 孩子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四方面留意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这边都可以从神里面领受恩赐 不断的不断的可以往下洗 我们再看下一条 求主帮助我们 面对仇敌生活难处的时候 我们不再长 我们不再逃 我们不再害怕 我们不再妥协 我们要好好的正处起来 让那些过去又长又逃又多 又妥协的人 他们能够回头来转过来 和我们同行 一同来跟 能够来 抵挡 来对付仇敌 好 请看下一条 还是周南经文很重要 我们再读一次 我们有这准备 放在黄西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属于神 而不是属于我们 周逢 周逢任何的苦难 往往是祝福于恩典满意的开始 周逢苦难 往往是祝福于恩典满意的开始 真的 人的尽头就是神恩典满意的开始 所以我们要勇敢的 欢心的接受今天的光景 无论是个人或教会的处境 我们不甘于处于积极 消极被动受压的光景 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不满足 我不甘心我们教会就一直保持原样 这样子过下去 我要有单纯的信心 我愿意绝对地顺服神 我要谦卑 我愿意与人同心同工 如同约拉丹和他那位拿兵器的少年人 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和约拉丹 不是在打仗的时候他有默契 那是在平时生活的时候 两个人就已经有默契 已经有默契 所以我们要扭转我们的局面 我们就需要与我们神赐给我们同心 同心的好同工 平时就能够有彼此的认识 彼此在主里面的来往交通 感动 劝勉 安慰 学习 接受不同的挑战 好 看下一张 还有一点我们有想到 约拉丹去突袭敌军的时候 没有跟他的上上的长官 没有跟他的爸爸扫握抱扫 这也是神感动他 你要出去奉母的名作战的时候 不愚促血气的人上面 血气的人 血气的人 根约拉丹